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这个猪排应该就是猪的前胸这个部分吧 应该是 差不多 所以我们先要给它打上一点盐 让它有点味道 这个跟中餐的排骨很相似吧 但是没有中餐的那么那么的牛 那么多有功夫的原材料 但是最最简单的就是 我今天会用啤酒来炖它 说到啤酒今天我们这道菜不是说有咖啡啤酒吗 咖啡在哪里了 今天的啤酒是咖啡味道的啤酒 原来是这样咖啡味道的啤酒 放到锅里之后呢不要动它让它煎个三分钟 这样它变成金黄色就自然就会去拿起来 不然的话现在你动它的话它会黏在锅里 通常呢我妈妈告诉我 只有一种情况下 不用把这个肉煮 煮一煮 因为它很鲜 新鲜 好了 把它们先拿出来 现在是半熟的状态吗 对 只是有了颜色 好 放一些油 我的原葱好酥啊 洋葱 开始有颜色了 我们就要把我的Cajun Spice 我在超市里买的现成的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自己买了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自己配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辣椒 孜然 还有一些Cajun 还有一些Cajun 黄鲜 我们吃这个鸡翅的时候有Cajun的味道是吧 就是同样的Cajun 同样的东西 好 我要用我的啤酒 这个啤酒会不会像下次一样有火焰冒出来了 不会了 因为啤酒素素没有很高 我之所以想用咖啡味道的啤酒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苦涩和猪排里的那种肥肥腻腻可以完全的balance在一起 所以这道菜融会了人生百味又有苦涩又有油腻 人生百味里还有油腻 应该有应该 盖完啤酒之后呢 我会把火变成中温 然后盖上盖子 煮个25到30分钟之后把它冷却在冰箱里 这样它就可以 然后我再配我的配菜就可以吃了 哇 吃吧 吃 好了好了 哎呀 喝了终于等好了 睡了半小时 差不多有了有了 好累啊最近 好了 我现在猪排已经做好了 已经是凉的 你看它有没有金光散散的感觉 好香 然后我现在要做我的配菜 像一道血液的山水画一样 这道菜饼叫什么 啊 咖啡啤酒炖健康的猪肌小牌 嗯 谢谢关注 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Solven so hot Fantastic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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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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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啤酒